利用ChatGPT充实已经生成简报的文案内容 可以透过以下步骤 1.浏览器进入OpenAI的GPT3API网站 登入后即可使用ChatGPT 2.在ChatGPT输入框中输入你要补充的内容 3.ChatGPT会根据你输入的提示生成文本 如果生成的内容符合你的要求 你可以将它复制到你的简报中 4.如果你不满意生成的内容 可以尝试重新输入提示或调整提示的内容 以便获得更好的生成结果 5.当你完成了所有内容的生成后 你可以将它们整合到你的简报中 使其更加充实和有说服力 总之利用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完成工作 并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使用ChatGPT生成内容时 要仔细检查并确保生成的内容符合你的需求和要求 以确保简报的质量和说服力 我们在这个PPP进阶应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上一节课跟各位大致上分享文案 自动产生 也确实已经产生出来了 这个文案的内容呢 它的一个假设你今天是非专业 或者是不是你的业务 你也可以去看你是要产生20张 还是30张 还是10张的简报内容 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 而且这个生成的内容呢 基本上还够专业 但是它出现了一些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要一一来去告诉各位 尤其是在文案的这个部分 你们现在就应该来去思考一下 对于有一些人 他是不会做 他是不会做简报的人 他不知道说 他里面到底什么地方是很专业 或者是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他就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重点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 你们了不了解 这个简报文案里面 它的一个程序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但至少我们要先知道 他这一份自动生成简报的程序吧 这是我第一个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听懂的地方 好 首先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份简报的一个顺序 总共20张投影片 他一刚开始的第一页 当时他标题 这我想没问题 认识毒品 接下来呢 请问他这边 有没有看到重要性 就是你要先告诉大家说 这个毒品啊 它的危害和重要性 对吧 你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你就直接告诉大家说 有第一个毒品 第二个毒品 第三个毒品 那是很奇怪的事 好 所以在逻辑顺序上面 就要告诉他说 那个毒品的危害 它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他就介绍有哪些毒品了 通常我们在简报制作的顺序 我们会改 不会这么快介绍毒品 而是在这中间 我们会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中间 我会穿插时事的一个问题 例如说最近那个新闻 有出现校园毒品危害的社会新闻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关切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结合时事 这边它是不是就没有了 好了 了解了问题 接下来我才会介绍说 那既然是主题是认识毒品嘛 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避免什么 国中生误触这个毒品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认识 就是什么是毒品这件事 所以才开始介绍这一张毒品 这样听得懂吗 假设你今天你真的会做简报的人 你把这个故事 你讲解给别人听 你必须要告诉CHIP-GPP 你必须要训练他 训练他说不能不结合时事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样子你训练他之后 他这一次他生成的这个简报 你下次你再介绍 例如说人流事件的危害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帮你结合时事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未来CHIP-GPP 你们要会使用的一个方向 请问有没有听懂我以上所讲的很重要的概念 我再换一个角度来就讲好了 请问他的程序是不是介绍什么是毒品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又谈到什么叫毒品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第三页 什么是毒品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介绍什么是毒品 你应该这样改 slide3 什么是毒品 没有清楚的定义 毒品 是毒品 没有清楚的毒品定义 对吧 非常感谢你的指正什么 毒品是指什么 可以吗 你们了不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他列出来的 未必都是对的 毒品是指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各种化学物质 像这句话 国中生总会听得懂 而请情感成活终身 看得懂的内容 毒品是一个影响可以让人 但是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清楚 然后把这个地方讲的就很清楚了 怎么个影响 我觉得这一段写得更好 各位理不理解 前提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它 所以这边毒品你先定义好了以后 所以我们才要去介绍什么是毒品 然后毒品的种类 好 所以下一章是不是就看到说 到底是哪些毒品 它去影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 可以吗 所以在这边 他是不是就介绍 安贝他命 介绍了安贝他命 然后接下来他就讲 它的一个危害 请问一下 这一句 这一句 它是不是又没有讲安贝他命的危害 对不对 例如说 尘药性没介绍 尘瘾性没介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是不是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样理解吗 你不要以为说 确保GPT它虽然生成了 但是你的简报内容 其实是不够丰富的 理解 好 如果说有确保GPT 你可以直接再用确保GPT 来去改善你的文案内容 这不是我今天这个课程 要一直push的 这样理解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才是最大最大的关键 因为你的确保GPT生成文案 它没办法一次到位 你就要依照你自己的专业增加进去 而且还有虽然你写了国中生 他有时候他真的会一直忘记你要的对象是国中生 所以这些都不是确保GPT能做的 所以我现在我要针对这一段先告诉你们一个结论 我就要跳奖下一件事了 请问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文案的设计 他是不是一定都先讲重要性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要去做 认识交通安全的简报 他第一件事情一定都是在介绍 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然后接下来一定是结合现在时事 因为一定是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最近是开学 开学然后警察可能就要去学校去宣导 所以他就结合现在时事有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去介绍交通安全 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 好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有什么 他就条列出来 类似这样子的顺序 所以这份这份简报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而去谈的 所以你看从重要性 然后结合时事 然后接下来什么是毒品 毒品的定义了解之后呢 主要是这些毒品 他会影响我们的大脑跟身体 然后现在时事结合有很重要的 例如说安菲他命 所以他接下来就介绍安菲他命的种类 原来安菲他命还有很多种 好 然后 然后那他的一个危害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 安菲他命有很多种外观法 然后他才会告诉我们说 他的一个外观如何去辨识 还有就是滥用 所以其实他这边都没有写得非常清楚 可以吗 但是他都已经把那个重点再highlight出来了